听到自己被判了40年 罪犯拿出生化武器 愤和拗 哈喽大家好 我是庭审区UP主彭工掌 今天是庭审冲突唇响 也是最有味道的一期 让我们先来到美国俄罕州的克拉克县法院 罪犯李奇·汉德 汉德就是首歌呗 当听说自己要被判刑40年的时候 首歌那是露了一首啊 暂停 大家注意看啊 他的手臂脱臼了 然后绑了一个肩带 他在肩带里头拽出来了什么东西 堂堂水水的一下就甩在了旁边的律师的身上 律师起身就跑啊 原来他甩出来的竟然是大粪和尿液的混合液体 按摩人员健壮连忙上前将下按住 把他控制住了 身体动不了了 嘴上扔就大骂 这家伙滴滴滴的跟打电话似的骂得很脏啊 李奇·汉德本来想用粪尿融合的钥匙去攻击法官 没想到忽略了射程了 法官远远的什么事也没有 最多闻个味全撒自己律师身上了 咱们前面做过那些节目中啊 法庭上律师有被囚犯揍的 有被法官揍的 没想到今天这个待遇直接被生化武器给揍了 而李奇·汉德被判40年 其实一点也不冤 他今年46了 他被齐相重罪指控 其中包括严重抢劫 抢劫入室盗窃 除此之外 他还自己非常配合的 承认了警方没有掌握的另外14起抢劫案和诈骗案 可他总认为自己的罪行非常轻 因为他在作案中用的枪械 后来被认定为是假的 刀的材质看上去是寒光闪闪 其实并不是钢刀 他这种刀是道具刀 根本无法将人弄伤 所以他觉得自己可能几年就出来了 但这两种武器 打着引号的武器是警察在他家搜出来的 而根据很多受害者的供词 他使用的其实就是真刀真枪 所以他的所有抢劫罪 入室盗窃罪等罪全部成立 原来可以判刑52年 还是看待他有自受的情节才减到40年呢 汉德这首歌早就知道自己有可能被判重刑 他也早就放出话来 要判我重刑 我就用愤尿攻击法官 并且在监狱的时候 他已经开始了每天的收集了 狱友都看着了 并且狱警也知道了 狱警也把这个消息反馈给上级部门了 但是上级部门根本毫不在意 在听审之前 根本就没有对他进行任何的搜身 然后就出现了 听审中的这一幕 现在他除了面临前面那些重罪的指控 又多了体业骚扰 妨碍司法公正和报复的指控 刑期又得在40年的基础上往上加加了 不过首歌明显就是狮子多了不丑了呀 既然首歌有这个废物回收的爱好 以后他再上厕所 就得派专人重点关照了 必须亲眼看着他把生产的肥料冲进下水道 要不万一让他废物回收 废物再利用 做成炸药 做成大炮 那整个监狱都得洋溢幸福的味道 好了 汉德的生化危机讲完了 咱们再来一个嘴强王者 这个比较轻松一点 过渡一下 因为第三个呀 咱们要安排一个比较炸裂的 先看嘴强王者啊 弗洛利达 劳德戴尔堡的一个法院里 法官赫尔利正在进行罪犯科隆的保释金听证会 科隆犯的是 有对前女友进行尾随跟踪 有对还原中的现女友严重殴打 整个就是一个女友杀手啊 而且是他在对前女友进行尾随跟踪后 被警方逮捕 然后保释之后 又对现任女友进行殴打的 行为十分恶劣 法官对他保释其类 再度犯案非常的不满 克隆听法官这么说 他发飙了呀 然后还转头就要走 法官让人把他叫回来 他仍旧对法官一顿谩骂 工作人员无奈 把他麦克都给消音了 法官却让工作人员把麦克重新打开 麦克风打开之后 克隆的输出就只能全是滴滴滴滴滴滴滴了 法官大概听过瘾了呀 然后他出了一个价 十二万五千美金的保释金 克隆仍旧继续犯骂翻一倍 二十万美金 一二三上链接 克隆是继续输出 最后法官宣布道啊 克隆不再滴滴滴滴了 而是呆呆地愣在原地 不仅不能保释 因为他藐视法庭 又被加了364天的有期徒刑 一周后克隆再次上庭 这次他再也不狂了 而是非常诚恳地向法官道歉 法官接受道歉 他这个360天的有期徒刑 就转为了市区服务了 赫尔利法官还是非常地不计前显的 好了 第二个案例分享完了 咱们再看第三个 咱们压轴的 就是最最炸裂的一个 大家应该听说过电子镣铐吧 但大家肯定不知道的电子镣铐 威力都有多巨大呀 有的兼外执行的 或者假设期的罪犯呢 为了不让他们逃跑 给他们佩戴了这种电子脚铐 它呀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定位系统 随时传输罪犯的活动方位 如果敢擅自越过规定区域 那就会触发警报 警方会第一时间收到罪犯淘宝的信号 并启动第二部分功能 高压电脉虫生成器 高压电脉虫生成器 产生其他的电脉虫直接攻击罪犯 让他体会什么叫做苏麻酸爽 浑身过电是终身难忘啊 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呢 就是电池和设备锁 保证罪犯无法取向 并永远保持这个设备有电 今天这个罪犯叫做德尔文金 在听证的时候 因为是假时期 所以脚上佩戴了这种电子脚铐了 他的这种脚铐不仅能在他逃出设定范围的时候 被动释放电流 更可以通过警察手中的这个遥控器 遥控器主动释放 释放一下 主动释放电流 金在庭审中啊 和法官罗伯特纳利产生了一些矛盾 但呢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罗伯特纳利觉得他自己的发言都是胡扯 于是让他别说了 而金则坚持把自己准备好的发言稿念完 看金不听话 罗伯特纳利就命令警察启动电子镣铐 电他 警察慢慢的走到金的后面 然后还好心的将椅子给挪走 万一一会儿倒在椅子上 把椅子给砸坏了 那不就是损坏公路了吗 罪上加罪啊 金还不知道马上会发生什么呢 警察慢慢的按动电子手铐的遥控器 请大家调的音量啊 在金疼得嗷嗷大叫满地打滚的时候 还是纳利法官呐哎呀心软呐看不了别人受苦 于是他命令休停 他处击休息五分钟不看了 这个监控画面后来传播到了网上了 以下引起了轩然大波额 纳利法官的滥用之权和冷血引起网友们的口诛笔伐 这个案件也被上级部门进行了调查 最终金因为证据不足被无罪释放 而纳利法官呢 十年已经七十二了 而且是退休后又返聘的 因为这件事晚节不保 他被终身取消审理案件的资格 他还被指控犯有侵犯公民权利罪 并判处一年的缓刑 强制要求他参加心理课程 并处发金五千美金 电人一时爽 电玩火到场了 案件到此全部结束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庭审中的奇葩事件千千万 勾掌下期待你继续看 咱们下期见